未要尽长老 不要向别人说我们禅尽双修 禅尽双修这句话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你修禅 而能怨生阿弥陀佛果 这就是禅尽双修 就是这样意思 但是怨生阿弥陀佛果 自己对自己要求的多一点 所以要念阿弥陀经 或者念无量寿经 使令自己怨生阿弥陀佛果 这个愿能保持得好一点 不要忘记了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念阿弥陀佛也可以 但是从十六观经上也看出来 你做其他的功德也是一样 在大本的无量寿经也是 你修六度外形都可以回向净土 都可以是净土形 都可以这样子 所以说禅尽双修 但是我们还是保留一点 保留一点什么呢 当然我已经重复了几次了 有人说我们这个地方不是个修行的地方 我承认这句话 我承认我们这个地方还不是修行的地方 这个地方本身无所谓修行不修行 是指人说的 我们在这里的人是修行人吗 我们敢说这句话吗 我们不敢说啊 我们随时有什么事情 就像一般人那样斤斤计较 这不是修行人的态度 修行人不是这样的 修行人没有这件事 我们看自己随时出现什么事情的时候 出现一个所圆镜的时候 我们新的反应 我们看看我们的反应 是修行人吗 我们不是 所以有人说 这里不是修行的地方 这句话是对的 那么我们这是干什么的 我们也不要向人说 我们禅尽双修 这话都保留 我们在这干什么呢 就是学习证件 我们做两件事 第一个是学习证件 从经论上学习正知正见 我们做这件事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 我们学习禅 就是学习怎么样去修止观 禅就是思念处 就是学习修习思念处 才学习而已啊 不是说我真有这个本事 我有这个道理 啊 我能禅尽双修 不要说这个话 我们不够 不及格 才学习而已 一方面学习正见 一方面学习禅 学习思念处而已 就是这样子 我们几时能照顾自己的念头 无论出现什么 所圆境的时候 心里面不动 不贪 不撑 不吃 虽然没有断除贪 撑 吃 但贪撑吃不动 我能用清静的 智慧圆这个所圆境 这时候好一点 无论什么时候 出现什么 所圆境的时候 心里面贪撑吃不动 这个时候 说是缠尽双修还好一点 不能说名副其实 但是接近了 现在我们不敢说是缠尽双修 不敢说这句话 别人赞叹我们 实在那是又一回事 但是我们自己 反省我们自己 实在这是出发心之出出 出才开始学习而已 实在是不及格 但是说是我从经本上学习了 哎呀 这个是怎么怎么的 但是等到经本一合起来的时候 随时出现一种 冷暖的境界的时候 这个正念就忘了 提不起来呀 这是很惭愧的事情 这是一个惭愧的地方 第二 说我是发到心了 我不想要放异 我不想要有 不如理作异 要好好用功 好好用功是好 能发这个心很好 很值得赞叹 可惜呢 这思念处还没能掌握到 那个中道的地方 没能掌握到 没有啊 还没到那个程度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我们只是这样学习 就是一方面学习经论 一方面也就开始练习 不能说 等我三年毕业以后再静坐 是不对的 现在就练习 现在就拿出时间 来训练自己 用经论上的法门 我们佛学院一开始 就先讲四念柱 用大波惹惊的四念柱 还有居舍论的 还有余切施地论的 配合起来 学习四念处 只是依据经论上 说的法语 这么慢慢地 慢慢地 但是不要间断地 慢慢地学习 至此而已 我们不敢 也不要向别人说 我们缠尽双修 不要那么说 但是我们向别人介绍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有教授 有学习经论 但是也有静坐的功课 这个是可以这么说 我们不是只是讲这一堂 我们还有静坐的功课的 可以这么说 是可以的 优优独播剧场—— pag down in the listener 优独播剧场—— tampil